密室一文 谈古论经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头条历史 我是头条主播 欧阳真知 在最近热播的《长歌行》中 有这样一个大人物 大家对他的评价是心狠熟辣 所以看过剧的人都对他的印象极差 他就是李世民的左膀右臂杜如慧 众所周知 杜如慧在李世民取得皇位的过程中功不可没 对于李世民来说 他是恩人 而且他一心一意为李世民着想 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忠诚 他之所以会被扣上心狠手辣的帽子 惹得人讨厌 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不放过 已经家破人亡的李长歌 就连李世民都已经表明 他想要留长歌一条生路 但是杜如慧依然要置长歌于死地 在杜如慧看来 留着李长歌就是祸患 不仅会危及李世民的生命 而且还会危及整个大唐江山 在这部影视剧中 我们不但看到了杜如慧的忠诚 也看到了他的狠和他的刚毅 当然李长歌是杜传出来的人物 但杜如慧确实历史上真真实实存在的一个人物 那么在历史上杜如慧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唐朝贤相数不胜数 唐太宗时期房谋杜段更是成为一段美谈 冯玄陵多谋杜如慧善断 大唐盛世的缔造 同他们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尤其是杜如慧的政治远见和决断 让李世民在早期斗争中多次占据上风 旧堂书房玄陵杜如慧传论记载 示传太宗常与文昭图示 则曰分如慧莫能仇之 即如慧之焉竟从灵之侧也 这便是房谋杜段的出处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杜如慧在李世民心中的地位 在遇到李世民之前 杜如慧也是一个怀才不遇的官二代 杜如慧出身明世之家 祖上世代为官 曾祖和祖父都在北州当过大官 祖父杜果则官至隋朝公布上书 父亲杜渣曾为隋朝昌州长使 后来杜如慧也开始做官 但是只做到了小县城的县位 大概就是负责一些县城的保安工作 他眼见隋朝政局飘摇 又觉得没前途 不久就器官回家了 李渊父子太原起义后 李世民进军长安 杜如慧家离长安很近 很快被引为秦王府兵曹参军 后来升为陕州行军总管府长使 这个职位大概就相当于地方军总司令部参谋长 眼看杜如慧的仕途顺风顺水 没想到这个时候却发生一件事 让杜如慧差点就和李世民擦肩而过了 当时的太子李建成看到秦王李世民手下人才积极 当然是很担忧啊 于是以朝廷名义外调了大批秦王幕府中的文物人才 将其派到外地任职 这其中就有杜如慧等人 后来李世民的心腹谋士房玄林告诉李世民 秦王府里的人才全都调走了都不打紧 您要是安于当秦王 无杀大志 那是用不上杜如慧的 但若要经营天下的话 非此人不可 这时李世民才恍然大悟 连忙上表奏请留下杜如慧 唐高祖批准 这才把已调离的杜如慧追回 唐高祖武德四年 李世民邀杜如慧坐上十八学士的首座 与房玄林并列 这十八位学士以六人为一班 轮流值班 共同研讨学问 商定国家大计 李世民每天忙完公务 就到文学馆和学士们一起学习 常常讨论到深夜才入寝 李世民战功显赫 又有十八学士以及一批武将协助 太子李建成对此早已不满 兄弟间的权力之争 很快上升为武力冲突 代表事件就是杜如慧被痛殴 一次杜如慧骑马经过 尹德飞之父阿蜀的府地门口 阿蜀的家童强迫杜如慧下马 杜如慧没照做 立刻被拖下马痛打了一顿 还折断了一根手指 阿蜀怕世民向高祖告状 先让尹德飞向高祖告状说 秦王手下骄横 凌辱臣妾家人 高祖偏听信 责备世民说 你的手下对我的妃子尚且如此 对待百姓就更不用说了 李世民极力辩解 高祖始终不信 杜如慧白白断了手指 在李氏兄弟的流血冲突中 成为第一个受害者 公元626年 李建成重金拉拢玉吃静德 却遭到玉吃静德的言辞拒绝 他便立马派人前往刺杀玉吃静德 无奈遭遇了失败 就好比牛皮糖一样 李建成始终没有放弃玉吃静德 得不到那就毁掉 李建成就在李渊面前污蔑玉吃静德 将他打入天牢 等到玉吃静德被保释出来之后 在偶然的机会下得知 李建成想要对李世民不利 便立马告诉李世民 由于是亲兄弟李世民始终犹豫不决 最终李世民在杜如慧的劝说之下 还是下定决心发动了玄武门事变 杜如慧也因为有功被任命为太子左树子 等到李世民登基之后 他便论功行赏 杜如慧被任命为兵部尚书 地位颇高 贞观二年 李世民又任命杜如慧为立部尚书 仍然负责管理东宫兵马 在任期内杜如慧十分负责 他为人正职 从来不会为了个人得失而损坏国家的利益 实在是一位为国为民的好官 贞观三年 由于天下大汗 于是李世民便让房玄龄 杜如慧等人前往各地名山大川 向上天祈求下雨 也是在这一年 杜如慧代替长孙无忌 担任上书又谱业 负责官员的选拔 和房玄龄共同辅佐在皇帝身旁 在当时官员的嘉奖 皇宫中宫殿的修建 都是由杜如慧所决定 可谓是奇德人心 被称为一代良相 贞观四年 由于常年来的奔波劳累 杜如慧不幸染病 便向李世民请求辞职 李世民虽然同意了他的请求 但仍然按照他以前的官职 给他发俸禄 李世民还十分担心 杜如慧的病情 多次派遣公中御医前往救治 无奈病情太重 杜如慧最终病死 李世民也因为损失了一位人才 大哭不已 甚至三天都不能处理朝政 为了纪念杜如慧 李世民还特意写了碑文 让手下刻在碑上 以表达自己的思念之情 公元643年3月23日 为了保障功臣 唐太宗李世民命人将长孙无忌 魏征 玉池 靖德等24名功臣的像 画在林燕阁上 他还常去观赏 以表对功臣的赞赏和纪念 在林燕阁24功臣中 杜如慧位列第三 可见他在李世民心中的地位 虽然唐太宗在杜如慧死后 三四年时间里仍然不时怀念他 杜家人却几乎没有什么好结果 尤其是杜如慧长子杜沟 被杜如慧弟弟谋反牵连 杜如慧一代名相的名节 差点就被毁了 杜如慧活着时 是杜家最疯狂的时候 可以说杜如慧以一人之力 撑起整个杜家 但是这也为杜家覆灭 买下了隐患 唐太宗为了笼络能臣 对杜家恩赏不断 而这些封赏拔高了杜家人的起点 也给了他们自命不凡的错觉 杜如慧的弟弟杜楚克 早年归隐松山 不知道是一心向佛 还是想学隐士孤民钓育 但旧堂书和新堂书中 都记载着一段话 委婉地向世人 揭开了杜楚克的真面目 唐太宗在杜如慧死后 准备封赏杜家人 任用杜楚克之前却说 文青山居日久 至义甚高 自非宰相之刃 则不能出 何有是礼业 辅社员者必自尔 升高者必自下 但在官为众所许 无虑官之不大 由此可以看出 虽然杜楚克隐居深山 但自恃甚高 杜如慧的职位 也不过才上书又谱业 杜楚克却想着 非宰相之位不出 唐太宗看似在 语重心长地规劝他 其实这些话 已经颇有不以为然的意味 后来唐太宗 更是毫不留情地说道 耳兄虽于我体义 其心犹依 与我国家非无大功 为义耳兄 义欲见耳 一时正义 即耳兄之中义也 这几句话非常不客气了 某种程度上 已经算训斥 可见唐太宗 也知道杜楚克 是个什么样的人 任用前 也是在敲打他 我让你当官 无非是看在你哥哥面上 希望你十点去 也不要动什么歪心思 不知道唐太宗 是否从这时 就看出杜楚克的 蠢蠢欲动 才劝他既耳兄之中义也 要知道杜楚克 后来所作所为 真的称不上中义 杜楚克知道 唐太宗 对太子李承前 颇有微词 就收买官员 在唐太宗面前 鼓吹立李太为太子 唐太宗 对他的小动作 都看在眼里 却隐忍不发 却没想到 杜楚克和李太 不知收敛 闹出谋敌事件 被太子李承前追杀 最终唐太宗大怒 夺了他的官职 将他贬吃在家 杜楚克是保住了性命 没受什么苦 可是害惨了杜如慧 长子杜购 如果说杜如慧之后 杜家有谁能撑得起门面 那只能算杜购了 杜购深知自己 没有父亲的才能 在杜如慧死后 远远躲开了 儿女我诈的政治中心 当时的烟台危害地区 还算偏远地区 而杜购就躲到 当时还称登州 和莱州的山东半岛 在这里剿匪 教渔民调真粮于致富 即便放到现在看 杜购也是实干派和扶贫先锋 有想法有干劲 低调实干 却躲不过猪队友的牵连 杜如慧次子杜购 娶了承阳公主 又与太子李承前交往过密 看到李承前处境不佳 就暗挫挫鼓动李承前 效仿唐太宗的玄武门之变 提前上位 但是这群世家子弟嘴上 眉毛办事不劳 谋事提前被人告发 最终被杀了头 可惜远离政治中心的杜购 没能及时得知自己叔叔和弟弟的谋反 没有渠道为自己喊冤 又让杜楚克抢先用掉了免死金牌 最终被唐太宗流放岭南 死在流放的路上 一代名相杜如慧的家族 在他死后不久就经历了衰败 可以说是非常可惜啊 或许就是因为杜家再次参与了太子之争 才让李世民再也没有给杜家机会 关于一代名相杜如慧的传奇故事 就先说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收看头条历史 我们下期节目继续